台湾美墓室 背着背包跟我一起踏平 一个一个上车 什么一点一点幸福的感动 大家好 我是怡城 不好意思 我太喜欢看漫画了 今天我们到了哪里呢 今天我们到了深坑 讲到深坑会想到什么呢 没错 就是豆腐 为什么要来找豆腐呢 你看 我在家发现了一本漫画 是《深坑豆腐传奇》 里面讲了深坑豆腐的做法跟起源 让我现在也好想要一起去做豆腐 走吧 我们一起去找 豆腐做的伴手礼吧 GO 一本深坑豆腐传奇 倒进深坑豆腐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一开始老祖先从唐山 过黑水沟到台湾 到现在的第四代传人 以漫画的方式 让历史变得老少嫌疑 辉谐幽默却不脱离现实 让我看得也好想一起学做 最道地的深坑豆腐啊 不管如何 我今天一定要请老师傅交给我 豆腐秘方 等了好久 终于被我找到传说中的豆腐店了 而且我还发现了 豆腐大师唱辉师傅喔 我现在听到很大声的声音 该不会就是师傅在那边吧 赶快 我要去拜他为师 走 请问一下 你是在做啥 在买了 这个不是豆腐 不是 这是豆腐 豆腐 你不是唱会那儿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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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样 你是唱会师傅吗 师傅 我想你要教豆腐 你可以给我教嗎 可以教 我这是组传的 组传的不能 可以嗎 我看這個紅色很驚豔 蔡輝師傅 拜託啦 好啦 因為我們是很囂張的 在我說明了原因和來意之後 可愛的蔡輝師傅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 終究還是不肯交給我這個傳說中 快失傳的豆腐住傳秘方 沒辦法再想想看 看有沒有人要接 外地的是很喜歡接 但是我們沒有留給別人 基於是祖傳的秘方 加上蔡輝師傅擔心 如果秘方外傳 口味就會慢慢變掉 所以即使外面有了傳人 也只是得其行而沒有會其神 不過蔡輝師傅答應我 還是可以當一日學徒喔 師傅告訴我 生亨豆腐除了特色的炭香味之外 最有特色的還是堅持傳統的 純天然神秘配方 鹽乳汁 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對 鹽乳就是那個海鹽曬乾的 這是海鹽曬乾 對 可是沒有海鹽那麼鹹 沒有 它是 因為它是發酵過了 台南那個鹽層有沒有 剩在地底下出來了 那個就是發酵過了 這一鍋就看這10秒鐘而已 10秒鐘而已 如果豆漿比較淡 它石膏加多了 它也是會連呼 那你鹽乳的不行 鹽乳的喔 你要有那種的溶度 它才會結晶 那你如果燒得太淡了 它好像在吃那個細胺一樣 細細的沒有辦法連呼 石膏的不會 石膏的你可以加水加到一個量 然後你20斤要做30磅 你可以做35磅 一般如果你問人 10個好高的 跟人家說 豆漆吃太多 油漬結醬 那就是酒溫湯要發酵 因為剛吃我的時候 會冒那個黑的 最後我在燦輝師傅的 詳細解說下 一步步協助豆腐製作 從煮豆奶到灌豆腐膜 到家鴨豆腐成型 都給予我最大的協助 雖然我有時候 還是會小小的出錯 師傅也口口聲聲的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但其實他還是會偷偷的關注我 你看師傅 你也偷看得太明顯了吧 師傅可能就怕我一個不小心 就毀了城市豆腐的百年招牌吧 不過最終我還是完成了 我一日學徒的夢想 做出漂亮的豆腐啦 我們的豆腐已經做完了 現在我們要來吃看看豆腐囉 師傅 我可以吃豆腐了嗎 可以啊 試試看吧 我要吃囉 先吃吃看嘛 吃豆腐吃豆腐 吃豆腐啊 幫你吃豆腐 沒有啦 是吃這個豆腐啦 還在冒煙 然後再一點醬油喔 我要吃喔 吃啊 口味一定不一樣的啦 跟外面的不一樣啊 好嫩喔 還有黃豆香跟燒焦味的香 有這種兩種香味啊 整個是那個 生亨豆腐的焦香味 我都決定要帶這個 當成伴手禮帶回去了 大哥 這個可以當伴手禮帶回去嗎 可以啊 你都傳好了嗎 是 很抱歉 這樣 謝謝 生亨伴手禮 阿倫,我要來走嗎 好,謝謝 我可以再吃一點嗎 可以嗎 好,謝謝 再見 告別了燦灰師傅 和超好吃豆腐 我繼續踏上 我尋找名物的旅程 但是 難道深坑只有傳統的豆腐 可以選擇嗎 難道沒有其他 新奇有趣的深坑名物嗎 正當我納悶的百思不得其解時 欸,我突然發現了一道曙光 豆腐冰淇淋 豆腐也可以做冰淇淋 你好 你好 請問這邊是賣冰淇淋嗎 是啊 阿老師,那你怎麼會在畫畫 這是生坑豆腐的漫畫 生坑豆腐的漫畫 這是我啊 這是你 你該不會就是顏松濤老師吧 是啊 沒想到 去買個豆腐冰淇淋當伴手禮 都可以遇到 深坑豆腐傳奇的作者 顏松濤老師 真是讓我太開心了 當然一定要先請老師幫我簽書 好好當個小書迷 再好好跟老師聊聊天 我很好奇啊 老師你為什麼會畫那個漫畫 你不是一開始是畫油畫的嗎 對不對 不是,我一開始就50年前是畫漫畫的 就是我後來就畫油畫 畫油畫也是有一點名氣 因為很多人收藏 原來松濤老師從50年前 就無師自通地開始畫漫畫 中間有一段時間開始轉畫油畫 而且題材呢 全部都跟歷史與地方有關 而漫畫雖然已經年代久遠 但現在在漫畫蒐藏家眼中 一本可以叫價到上千元不等喔 不過真正讓人敬佩的 是老師的精神喔 所以我會想讓他 想讓他了解台灣的文化歷史這樣子 歷史比較有教育性的 所以會激勵這個學生啊 年輕人啊 比較有教育性的 所以我喜歡不要走入寄圖做畫園這樣 所以我不需代價 把油畫放下來畫漫畫 就是要讓年輕人了解這 深坑洗這台灣歷史 就是秉持著這個用漫畫 守護文化的精神 老師說啊 他覺得這是富有教育意義的 所以用漫畫輕鬆 用詭諧的方式來呈現 讓大家都可以很容易了解 而最新的豆腐傳奇呢 也將出版第三集囉 如果你也有注意的話 就會發現 每次都可以在漫畫裡面 找到松濤老師的身影喔 老師看我對這本漫畫 這麼愛不釋手 特別提起畫筆 畫起字畫像 又送給我當紀念品喔 耶 好了 所以還要等他乾啦 還要等他乾淨休息一下 而老師也在我的肯求之下 也答應我 幫我繪製我的個人畫像 當成我的個人名物帶回去喔 模特兒 我不能動來動去 我會畫糟糕去喔 因為你喜歡表演 不要動來動去 好 畫筆在老師的手上 就像有了生命一樣 妙手生花 輪廓呼之欲出 栩栩如生啊 但松濤老師的夫人 好像有不一樣的看法喔 你畫得太老了 你畫得差不多五十歲 他才二十歲而已 他才二十歲而已 他才沒有才二十歲 就是我說啦 這個沒有帶這個 不要說那麼多啦 畫就不會畫 畫筆來 這兩個不要畫好嗎 你畫這樣就變老了 好 你是在畫什麼 好 你畫兩個老了 要做什麼 雖然師母一直跟老師 搭水垢 但卻還是不時的會上前 給予老師意見 建議他怎麼說 怎麼畫會比較好 只是 關心的方法很不一樣 這可能是他們的生活情趣吧 就在老師與師母 有趣的一搭一唱之下 我的專屬名物 人生首張的個人畫像出爐啦 什麼 你說你公司的人是怎麼學英文 我會穿起來 麥克風 有沒有像台灣農捲風 這張看起來好像下面都長鬍子一樣 變得好壞喔 你這樣會穿起來 沒有擦乾淨 對 沒有擦乾淨 以後如果我變成成熟的男人 就長這個樣子好不好 麥克風 我會穿起來 什麼 你還想 什麼 豆腐腦 怎麼聽起來怪怪的啊 難道長得像腦袋一樣嗎 你敢吃嗎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喔